一条新闻惹火了大陆民众 产生了活埋共产党员干部的想法 有民众甚至说 如果清理贪官污吏 他们愿意捐款 只属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求是》杂志社的小刊网 在9号报道 广州新建革命公墓引争议 报道说广州计划投资6.2亿元 打造新的革命公墓福山公墓 这一工程被纳入名声工程 而无论是广州市民政局 还是现有的银河革命公墓管理处工作人员 都谨慎地表示 革命公墓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特殊群体 福山革命公墓 墓穴购买者或骨灰存放者的身份 必须是革命烈士、国家干部、军人等七种人 没想到当官的死了还有特殊待遇 一时间新闻引发民愤 也促生了活埋的段子 央视街头采访记者问一位大爷 请问关于广州逆投资6.2亿建公墓 只埋干部一事您怎么看 大爷思索片刻 问记者是活埋吗 这个段子不仅被大量转发 还被网友配上了图 一时间无论是有名的大爷 还是无名的大爷 都被恶搞了一把 在网络上问起这同一问题 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是活埋吗 有超过71万的帖子 网友们说愿意捐款活埋贪官污吏 广州市民认为 活埋之所以引发民众共鸣 是因为老百姓对官员已经忍无可忍 为人民服务啊 什么为老百姓谋福利啊 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假的 他们活着的时候 已经想定了各种的特权 各种的资源 现在连死了还得搞特权 那你说是老百姓能不欺负吗 你现在就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来为他们建立一个公路 那民众很当然是愤怒了 平常的时候对他们的这种贪污腐败 都已经是咬牙切齿的 这等于说是在民众的这个愤怒上 又添了一把火嘛 民间法律工作者民权专家李向阳指出 中共官员的贪腐程度之严重 从近几年中国各地此起匹服的 官民冲突事件中可以看出 但关键在于 现行体制不是一个能让清官上台的正常体制 由于引发争议过大 广州民政局9号通过官方微博说 隐争议的报道不实 福山公墓里面将会有公众墓区 一般老百姓也可以使用 不过民政局并没有说明公众墓区的规模比例等 同时引发争议的报道 虽然在中新网等网站上消失不见了 不过在小康网上仍然可以查到